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联合赞助播出 古巴外长半个多世纪首访美国务院 全球是大排名最好大学 美国战巴 网上好 欢迎收看7月20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与美国国务卿科理会晤 并举行联合记者会 罗德里格斯呼吁美国全面解除对古巴的封锁 并尊重古巴主权与领土的完整 科理在记者会上承认美国半个多世纪 对古巴的孤立政策没有奏效 并宣布将于8月14号前往哈瓦那 科理表示 罗德里格斯是自1958年以来 首次访问美国国务院的古巴外长 科理还特意用西班牙语发表了讲话 美国国务院的新闻 恢复美国关系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进程 并且一定会遇到挑战甚至挫折 因此双方必须要有耐心 科理与罗德里格斯都承认 两国之间仍然存在根本分歧 包括美国在古巴修建的关塔纳摩监狱 以及古巴向美国逃犯提供庇护等问题 罗德里格斯呼吁奥巴马继续使用行政权力 来解除对古巴的封锁 并且归还关塔纳摩监狱所在的古巴领土 并认为这是美股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所在 克里表示美国认识到半个多世纪以来 对古巴的孤立政策反而让美国被孤立 美国认识到解除对古巴封锁的必要性 在罗德里格斯访问美国国务院当天 美国国务院在大厅低调地悬挂上了古巴国旗 7月20号这一天对于美股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面临美国国会的挑战以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关系的未来仍然存在着变数 根据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最新公布的年度大学排行榜 2015年度全球排名最佳的十所大学 有八所在美国 前三名全部是私立大学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刊登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心 2015年度全球大学排行榜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 其中哈佛大学以满分的评分蝉联冠军 斯坦福排名第二 麻省理工排名第三 根据排名 除了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的 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其他排在第六和第十位的也都是美国的大学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芝加哥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 排名第七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美国公立大学 这项排名依据教育品质 师资力量 影响力和毕业生就业情况等 八项指标进行评估 而在排名十到二十位的学校中 除了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 以及瑞士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之外 其他七所也都是美国大学 包括耶鲁大学 加州理工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加大洛杉矶分校等 富皇卫视 郭晶晶 徐涛 洛杉矶报道 2015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美洲赛区加西分赛区评选圆满落幕 十一名参赛选手经过自我介绍 才艺展示和问答等环节的展示 最终四名加利脱颖而出 成功进入即将于8月8日 在卡加里举行的美洲赛区总决赛 十一名选手身着各色服装 以此登场 分别通过舞蹈 歌唱 现场绘画 魔术 戏剧等各类才艺表演 及机智问答向评委们展示出最美的自我 经过两轮筛选 最终王思思 钱景 赵世博 徐亚靖脱颖而出 成功入围美洲赛区总决赛 这次海选是总体数值非常高 那整个才艺表演也真的是上了另外一个台阶 富皇卫视美洲台副台长曾世平 市场部经理梁英志 温哥华当地艺术指导邱群担任本次评委 他们表示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加西赛区比赛 已经成为大温女性的一场传统选美赛事 随着参赛选手实力的年年提升 未来赛事必然更精彩可期 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而且要用我的感恩的心态来感谢我 孙边的妈妈和妹妹今天很早上来陪我 谢谢评委 谢谢Phoenix Television的主办方选了我 特别的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和父母 是他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让我走到了今天 而且我也会放松我的心态 然后调节自己的身心 用更好的状态来参加比赛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由凤凰卫视有限公司主办 作为全球华人的传统赛事 大赛一直以接近华人距离 建立华人新生代美丽标准 推崇美丽与智慧同行 内在与外在兼修 展示美丽与活力 勇敢与智慧 个性与爱心的华人新女性形象著称 凤凰卫视 李元波 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我们的关系拉美和加拿大 今天的重要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 日本的三菱公司代表 周日在洛杉矶向战争期间 遭该公司奴役的前美国战俘正式道歉 在洛杉矶研究展示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宽容博物馆 94岁的前美国二战战俘 詹姆士 莫菲和日本三菱公司代表握手 接受三菱公司当初奴役战俘所做的道歉 三菱综合材料诸实会设的前身 三菱矿业公司在二战期间曾强迫 包括美国战俘在内的多国战俘劳动 这次道歉行动是日本大公司第一次就此公开道歉 另外三菱董事杰子刚本表示 他们要为没有及早道歉而道歉 美国当地时间7月18日 洛杉矶警方在位于比弗里山庄一处住宅的游泳池内 发现一具21岁男子的尸体 之后警方确认此处住宅主人为演员戴咪·摩尔 摩尔本人在得知此事时深表震惊 他说 我得知这一消息时身在国外 正在参加女儿们的生日聚会 他同时也对死者致以哀悼 他希望媒体能够在这敏感的时刻 尊重所有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摩尔的邻居向媒体透露 此前摩尔的孩子曾在家中住过数周 几乎每天都有派对举行 据称死者于午夜逆水 题内检测到酒精残留 此前广受关注的中国留学生替考案中 一名被告日前在匹兹堡联邦法院听证会上 承认考试欺诈等行为 25岁的中国留学生李碧元向法官承认 买假护照给枪手帮自己代考 替其参加去年12月的GRE考试 并用替考的成绩申请了卡内基梅隆大学 康奈尔大学 布朗大学等殖民高校 15名被告被控涉嫌替他人代考 或雇佣枪手替自己参加GRE SAT等考试 并伪造身份证件 该案的刑罚可达5年有期徒刑 以及25万美元的罚金 但鉴于外国留学生 目前还没有这项罪名的记录 更可能被判缓刑 并被驱逐出境 从明日起 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加拿大家庭 将陆续收到支票 这是来自联邦政府新改革的全民托儿福利 有5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 将会收到每个孩子 每月160美元的福利金 同比新增了60美元 另外有6至17岁孩子的家庭 也将收到每个孩子 每月60美元的补贴 而之前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是没有任何补贴的 全民托儿福利是政府通过 直接财政资助的方式 让孩子能够接受托儿服务的福利 无论家庭收入如何 只要家中有符合年龄段的孩子 都可以申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23D的短消息 福建漳州20号突发洪水 造成多条道路被淹 迫使当地政府采取紧急行动 应对第二天可能更坏的状况 及膝盖深的洪水淹没了多条道路 附近的商铺也未能幸免 漳州长泰县的一家篮球训练中心 更是被完全淹没 超过30名儿童被困 已被当地警察撤离 当地居民透露 洪水在上午11点左右开始泛滥 人们不得不将东西搬至更高处 交通工具也只能被推着走 当地气象部门警告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还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 这可能会加重灾情 近日在香港有人假冒金管局的热线电话 录制语音信息致电给客户 而称他们的银行户口出现异常 另外香港的零售银行在过去一星期内 也收到超过1000宗客户就尾茂银行语音信息来电的查询 这些来电声称客户的银行户口或信用卡出现异常 要求客户输入个人资料或联络职员以核实身份 金管局提醒市民 金管局和银行都不会通过语音信息通知银行户口出现异常 也不会以电话或电邮要求提供任何敏感的个人信息 台北捷运站20号晚间传出砍人事件 一名嫌犯在捷运出口内询问台迟到砍伤民众 保安人员立刻将人压制在地将他带回警局 警方调查凶手在捷运出口的手扶梯旁通道 突然亮出20公分长的水果刀挥舞 砍伤三女一男共四名乘客 四名伤者伤势多集中在上半身 左肩及背部 皆已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 嫌犯为27岁郭姓男子 因为长期失业 心情郁闷 晚间拿着长水果刀在捷运站随机砍伤民众 至于细节还有待查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细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 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一小幅上扬 纳指在创历史新高 我们来看星期一美国华日股票市场 走势情况 美国在星期一的走势早是开盘时 一度涨跌互电 随后呢 三大指数出现一个小幅上升的趋势 那么接近收盘时呢 虽然是升幅有所收窄 但是呢 纳扎克纵活指数再创历史新高作手 在盘中的时候 标准破了500指数 也是上探了历史新高记录 那么在星期一影响市场的 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数据 而是大宗商品 特别是黄金价格 连续出现下降 降到5年新低 石油价格也是出现下降 对整体的市场造成了一度的负面的压力 投资人认为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状况 对石油需求 以及其他大宗商品需求 相对没有像原来市场预期那么强劲 所以就是造成了大宗商品 可能市场认为今后还会持续向下走低 不过有专家表示标准破了500指数 是各成分股在今年相比表现 会是比较出色 那么根据美国目前的公司盈利的消息 以及经济增长状况 今年年底的是标准破了500指数 预计会出上2350点 盘后IBM公司公布业绩 是各方面都没有达到市场预期 但是在盘后还是出现向上走洋趋势 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还表示 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显示 估计在9月份有50%可能联储会提升利率 在那天黄金的价格出现下降 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美元汇价出现上升 虽然交易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单间 各行业类股普遍是涨跌互进的局面 不过财经可以看出市场走势是 审慎乐观为主要的心态 以上是星期一 情况换后一时庞哲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第14届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于7月25日起在洛杉矶举行 日前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举行了媒体吹风会 就此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情况和活动进行了介绍 中国驻洛杉矶领馆新闻组新任组长于丹 领事刘春香主持了这次媒体吹风会 据于丹介绍2015年洛杉矶世界特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9人组成 其中运动员95人平均年龄21岁 运动员来自中国20个省 自治区和自家市 其中有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 也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智障人士 中国代表团将于21日抵达洛杉矶 参加田径游泳足球等10个大项69个小项的角逐 期间还将参加运动员健康计划 城市接待计划等非体育活动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各个本地的民众 能够通过各个媒体的报道 能够详细地跟踪了解一下 我们代表团的参赛情况 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 赛场的现场去为中国队加油鼓劲助威 让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2015年夏季特奥会将于7月25日至8月2日之间举行 届时将来自17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运动员参加 而这一体育盛会也将会吸引超过50万人来到洛杉矶 凤凰卫视气节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由EDI英龙传媒主办城市杂志周刊 AM1370新明晚报 美国版和环球东方卫视共同制作的 第15届城市宝宝大赛系列活动 日前举行了盛大的颁奖电礼 这一届的城市宝宝大赛系列活动 以伟大的母亲可爱的宝宝为主题 主办表示城市宝宝大赛系列活动中 曾经亲自互动热爱家庭的理念 受到社区的广泛肯定 本届系列活动包含的内容 有城市杂志封面宝宝选拔 城市宝宝阅历之心选拔 城市宝宝儿童绘画比赛 以及城市儿童朗诵比赛等四大项目 系列活动之麦当劳城市杂志 封面宝宝选拔 分为宝宝组与儿童组 800多个入选宝宝 在经历两个月的投票期间 获得了许多家长及民众的积极回应 总共有将近30万选票的参与 受大小朋友们喜欢的麦当劳叔叔 也亲自出席活动为小朋友颁奖 当天举行的城市儿童朗诵比赛 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参与 也有不少其他族裔的小朋友 以流利的中文朗诵 英龙传媒董事长苏远涛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新闻组长于丹 中国时报发行人江启光 世界青少年作家协会会长兵人等参与评分 为各组选出优秀的作品 今年我们采取了新的这个网上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超过30万的一个选票的这个数字 也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来参与 来关心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 十多年来城市宝宝系列选拔赛 已经成为当地压抑社区关爱家庭增进亲子互动 同时也是孩子们学习传承中华文化的年度盛会 凤凰卫视江雪东洛杉矶报道 近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赴美实习团 在位于洛杉矶的加州艺术学院进行了短期影视制作培训 共有140多位中国学生顺利完成了实习 一起庆祝毕业典礼 此次实习团已经是科德学院第32批学员 在加州艺术学院实习期间 学生们由美方教师讲课和培训影视制作技术 本次实习融会了中西方文化差异 学员们把中国的思想底蕴 加上美国的创新理念和剪辑技术 创作出了具有现代娱乐效果的短片 科德学院洛杉矶办事处主任马荣表示 这已经是开展赴美实习团的第五年 他们始终把启发学生思想 中美互相合作作为出发点 希望每一批学生都能从中受益终身 这一次的学生来144位学生 然后8位老师 他们来加州艺术学院 然后给他们很创新 很创意的一种课程 让他们在短短的五天之内收获很大 他们至少说启发了他们的思想 不带着思想局限一个小方格里面 他们晓得要怎么样来突破传统的思想 这是对他们终身受益的一种课程 结业毕业典礼上 加州艺术学院校长 Wate亲自给所有144位中国学生 颁发了结业证书 科德学院的学生表示 他们学到了一些和国内不同的创作理念 这让他们感受深刻 他们的教育方法也跟我们国内有些不同 他们比较注重开放式教育 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想 他们的思想很开放 就是没有把我们限制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除了在毕业典礼上一起品尝自助餐 科德学院的女老师们也为大家表演了自己安排的舞蹈 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此次赴美进修虽然时间短暂 但对启迪学生的创作思维起了很大作用 也许未来中国的电影大师就从他们中走出来的 凤凰卫视拟民洛杉矶报道 休斯顿交响乐团与华人琵琶演奏家合作举办的社区音乐会 演奏了中国作曲家韩兰奎的奇连妄想曲 神秘的东方旋律和弦淑的演奏技巧让观众耳目一新 休斯顿交响乐团与华人琵琶演奏家吴昌璐合作 在米罗世外剧场唐城杜勒斯高中和中华文化服务中心 举办了三场社区音乐会 音乐会的曲目以自由为主题 演奏了美国音乐家卡普兰和威廉姆斯 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奥地利音乐家威廉姆斯 中国音乐家韩兰奎 俄国音乐家肯兹达克维奇的名家乐曲 因为是社区音乐会 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没有穿上正式的演出服装 剧场里显得轻松温馨 演出开始后 雄壮浑厚的乐曲震撼了观众 卡普兰作曲的林肯肖像的配乐朗诵 将演出推向了高潮 乐团指挥讲解演奏的曲目 并和台下观众互动解答提问 拉近了演员和观众的距离 琵琶演奏家吴昌璐演奏了中国作曲家 韩兰奎的《奇连狂想曲》 神秘的东方旋律和弦熟的演奏技巧 让观众耳目一新 在乐团指挥的主持下 吴长璐解答观众提问 介绍自己六岁学习皮疤 九岁考入上海音乐学校 1990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在休斯顿大学音乐学院 获得钢琴硕士学位后 成立了吴长璐音乐学校 教授琵琶 鼓针和钢琴 并经常应邀在主流社会的 文化活动中演奏 今天非常高兴受邀 休斯顿教授乐团 和他们一起合作 琵琶 协奏曲 我们也正好在这个机会里 向广大的美国观众 听众介绍我们的中国音乐和乐器 休斯顿中美两国的音乐爱好者们 愉快地享受了一场 东西方经典音乐的盛宴 特业记者 李维 牧石 休斯顿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 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